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下午,我们要去证索复镇 稍后我帮你量血压,血糖和体温 你坐下休息,五分钟后我帮你量血压 现在帮你奶糕三周 手帧放在台面 手臂、心臟和血压肌 要放在冬日水平 量度才会尽量 现在帮你盐血糖 我刚刚用减液洗了双手 现在帮你消毒一下手指尖 现在帮你刺手指 浸一点血出来 咽血糖 给砂布你按住止血 我再帮你记录血糖 接着我帮你量排弯 我现在小小力 将你耳朵向后向上拉 因为拉直耳朵才会准备 陈婆婆 这里有三种药 知道了 都是这些药 我吐开了 婆婆 不要心急了 除了要听姑娘说之外 自己都要检查清楚药物标签 记住 对清楚是否你的名字 药名 制量 服用途径 和服用时间 对不对 对呀 要对清楚才好走 还有我帮你数过一次 药物够到下次复诊 不过有需要的话 回到家都可以再打给我 等我再解释你听 药博 吃了药才看电视 好好好 医生说要用水送药 用水 好好用水 不要用茶 牛奶 或者果汁之类 因为这样会影响药物吸收 和改变药物性质 原来说 我用水吃 噢 跌了一粒 哇 你掉了我的粒药 那我就少了一粒 我会定期查药物的数量 如果在复尘之前 不够药物 我就会通知先生 帮你安排提早复尘 噢 你真是细心了 那去吃药吧 今天医生加了新药给你 你吃完药之后 有没有觉得不舒服 没有啊 嗯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 或者敏感 我就会通知先生 帮你打电话问医生的了 我现在帮你填药物纪录表 不用那么麻烦啊 药物纪录很重要的 这样就可以避免重复吃药 明天我放假 我将明天的药 分好放在药盒 我还帮你 教了锁机和闹钟 提你吃药 不过明天先生都会提你了 我现在将药 锁好 蛤 药都要上锁 是啊 是啊 姐姐明天带文仔来探你嘛 这样小朋友就没那么容易拿到药 那倒是 我之前参加过 爱荣护脑培训计划 他还教了我们其他要注意的东西 是啊 存放药物真的有很多地方要注意的 例如 应该要保存在原装标签的药袋 或者药瓶里面 放的地方要阴凉干爽 不要被太阳光直接晒住 将光敏药物放在原装深色的药瓶里面 不同配药日期的药物 要放在不同的药袋 除非有特别指示 大多数药都不适合放在冰箱里面 过期 变形 变色 变味 混组 标签模糊的药 就一定要立即调走 不同有那么多东西要注意的 卫生署和社会福利署的网站 还有很多其他照顾长者的影片看 我也有上去看看 你真是有我的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